上个视频我们开始做系列任务 库博取得任务 并且将库博大孵化上了 但是库博孵化需要两天时间 所以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做系列任务区域 在资料库开始任务以后 雷妈会通过用件发给我们区域的N图 大家在武器升级或者获得新的MOD以后 记得要去军雪库升级你的武器和战甲 毕竟千辛万苦 我终于错过了足够的内容核心 将我的回蓝光皇卡梦魇击败升级到最高的级 升级完整后 我们请去新主导航完成区域任务的第一接打任务 回收ORK文件 这是一个虚空破坏任务 我们需要跟着黄色任务的 找到两台数据终端 这两台终端是传送我们的发声器 我们需要启动它们来反转传送我们的传送方向 依次解锁启动它们 并在它们运行期间保护它们不被天员摧毁 传送门能量到达50%以后 我们就可以解锁启动第二台发声器了 保护它直至传送门充能完毕 我们就可以进入传送门了 进入传送门后 跟着红色运点找到boss山猫 山猫周围会有一群云鹰 不断的为它的护盾充能 我们只要先击毁所有的云鹰 才能对山猫造成伤害 摧毁山猫以后 虚空钥匙出现 我们需要拿取虚空钥匙 远路返回传送门 回到传送门前 我们需要将虚空钥匙插入传送门的发声装置 以吹毁传送门 并且在传送门吹毁之前 通过传送门 跟着黄色热物碟找到Orican储存箱 打开储存箱 获得Orican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前往绿色这里点完成任务 Orican文件中 记载了其他区域部件蓝图的随在位置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根据Orican文件中 记载的蓝图部件的位置 先去提取区域提议的蓝图 这是一个发掘任务 跟着黄色热物碟来到挖掘地点 启动挖掘机为它提供能量 并在期间保护它不被敌人摧毁 如何完成挖掘任务 哈利亚前面的视频有详细的解说 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 可以去Area的主页翻看 挖掘完成后 我们会获得区域的蓝图 来到丽丝的跃离点 任务完全 回到飞船 在开始下个阶段任务之前 我们前去飞船的制造厂 将区域轻易的蓝图制作上 接下来我们要前去提取 区域外甲的蓝图 这个任务依旧是一个挖掘任务 为了方便以后做叠甲的系列任务 遇到这种草药 记得扫描一下 如果你的扫描仪引用完 可以去商城 用心地购买 挖掘完成后 我们获得运亭的外甲蓝图 回到飞船 前往制作厂 将运亭的外甲也制作上